据知情人士透露 财政部预计从4月10日开始着手向美国民众发放纾困资金的初期工作 这笔款项是上个月签署的针对新冠病毒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拥有直接汇款账户的人最快下周就可以拿到这笔钱 而没有直接汇款账户的人将陆续收到从5月初开始发出的纸质支票 但支票最长可能需要邮寄5个月才能到达收件人手中 处理这些支票也将令银行承担不小的压力 各银行根据财政部周五发布的报告 清算打入直接汇款账户的款项 确认资金将进入正确的账户 从下周一开始国税局将接手 最快在周三把福利金汇入人们的银行账户 此外国税局也在努力为大约1亿没有直接汇款账户的 美国人发放纸质支票 从下个月的第一周开始寄出 为了加快汇款进程 国税局预计于今天公布月底即将推出的一个名为 Get My Payment在线应用程序 帮助已经提交2018或者2019年所得税申报表的纳税人 将这笔更新的福利汇款纳入进去 这是因为财政部规定 收到这笔款项的前提是 向国税局提交2018或2019年的所得税申报表 包括许多因为收入不足而通常不需要提交申报表的人 但是国会议员也在敦促财政部 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人破例 更大的问题在于 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或者是低收入人群 拿到支票以后如何将这笔钱提现 并非所有银行都同意为客户提供服务 这可能迫使这些人不得不使用昂贵的支票兑现服务 银行和信用社的行业协会代表曾经表示 指质支票应该被视为最后的手段 甚至应该被完全取缔 本 remainderab 总頁 本 내용 再次程 我们是批評的 结果 本集合